妈 妈 事情办得怎么样 他们怎么说呀 现在日本人的势力很大 那几个股东老板 都怕遭到报复 所以现在是白班的退位 我现在担心 在明天的董事会上 我们胜算的可能性也许很小 如果让日本人 当上了容生的董事长 那我们的爱国牌 岂不是上海滩最大的笑话 孩子 毛是在人 成是在天 我累了 我先休息去了 这次我看到你 都不是 我们又把你来 看到潮流了 看来 还是在哪儿 入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穿这身新金装怎么样 山本少佐天生就具备军人的气齿 千万堂不是爱国自居吗 到时候我穿上这身军装 坐上荣升董事长的位置 这是对东国人最大的嘲讽 给魏政府挂个电话 让他明天别耍什么花招 是 时间到可以计算股份比例了吧 山本先生 股东还没到齐 现在计算比例不多吧 好啊 那就等一等最后这个股东吧 好啊 好啊 可以开始了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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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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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文堂女士 占股份的41% 有手了 我们走 山本先生 占股份的39% 县文堂女士 继续连任荣山董事长 两人 公围 他是 我们在山上找回了 三人 二人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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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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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 真是痛快 早就应该这样啊 这次我们炸了樱花沙场的机器 看他们以后拿什么跟我们竞争 也算是为死去的兄弟出了一口恶气啊 这事情痛快果然痛快 不过恐怕山本很快也会采取报复行动 我们得早做准备啊 怕什么 他要是敢来一块坐了 他那几个日本武士根本就是摆设 太太 这是咱们的地盘 为什么要对小日本忍气吞声啊 小三 我觉得小三说的有道理 说的对 我看咱们今后 再不用对日本人忍气吞声了 和山本之间 终归会是一场恶斗 感谢观看 中国人的感觉 詞曲 李宗盛